公屋是不少人的安樂窩 但輪候派樓的結果就未必人人都滿意 有女網民在小紅書發文說 她說一派島新界青衣、長青村、青梅樓單位 但她見到增生後就相當崩潰 但甚至說交通不方便 又細又舊 翻查資料 青梅樓是在1978年入伙 樓齡約45年 不過樓主這個素虎Post 網民似乎不太受落 還說樓主要又大又新的樓 應該去買私樓 而不是排公屋 直施樓主人生不足蛇吞賬 排到公屋還想點 也有網民爺魚 交通不方便 你可以買車 又細又舊 你可以買樓